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炯明与孙中山因不法运动而开始合作 这里的话是指孙中山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当年的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品德一直很欣赏 他曾感慨说 陈炯明不好女色 不要舒服 诗苦简朴 我也不如 孙中山还曾以狼 大快三自于陈炯明的革命作风 越与狼子比喻勇猛进取 最初被外界知晓的孙 陈二人分歧是一次选举 1921年4月 200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 在孙中山坚持实行记名投票要求下 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 大纲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 却没有RQ 一切政务 军务 内阁任免等 均由大总统一人独断 孙中山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 此举遭到陈炯明的反对 陈炯明认为 依总统选举法 总统应有两院联席选出 出席议员至少达到全部的三分之二级五百八十人 才能举行总统选举 此时广州旧国会议员只有二百多人 还不够原众议员人数的一半 而且实行记名投票 简直是在自毁法律 陈炯明质疑道 这和之前北方回法 又有什么本质不同 在北方出现伪政府的情况下 在南方建立伪政府 用一个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 去反对另一个同样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 这是非常行不通的 结局只有南北之间 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 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任职 拒绝参加就职典礼 自此二人政见分歧开始明朗化 但实际上早在1909年陈炯明加入同盟会之时 二人政见及民主理念的不同 就已被日后决裂埋下了隐患 陈炯明曾经是民国政府总统 孙中山重点培养的将才和接班人秀才出身 个性温和的陈炯明 虽加入信奉革命激进的同盟会 然而与众多革命党人不同的是 他的政治报复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手段 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建设 这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 大部分同盟会员革命至上 革命流血至死的心态和主张 完全是两条路 孙中山是武力统一派中彻底的中央集权主义者 他的理想是以领袖权力为核心的大义统 当时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是中央集权 要以北伐这种暴力武力方式 来颠覆北洋政府统一中国 成立中央政府 陈炯明则主张联省自治 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 仿照美国 建立与其相仿的联邦政治 以南北妥协的和平手段 来谋求中国永久的统一 这与当时部分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 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 与其南北内战 不如各省先行自治 之后再实行联省自治 如此 便可以不诉诸武力 民众免于生灵涂炭 而最终实现全国和平统一 陈炯明一直对联省自治非常推崇 1921年2月 他在建设方略议文中 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建计 近世以来 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欲觅 则正是欲凡 非如古之寻力可以宽渐为至 一切正是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 不可不使人民自卫谋制 若是是受成于中央 与中央欲进 则与人民欲远 不但使人民容处于被动之地位 民智未有养成 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 亦未有实现也 而孙中山认为 中国刚从清朝封建社会的皇权主义走出 需要的是区别于皇权主义的一党专政 皆以军政 市政的思想来统一中国 他要求所有党员 要在绝对服从党会的党章下签字 发誓效忠领袖 他甚至认为人民是无知可怜的诱饵 革命党则是保姆 他说 我们建立民国 主权在民 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 地民之说 由此而来 这四万万皇帝 一来又治 二来不能亲政 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 拯救的皇帝于水火之中 保卫而殉育之 则民国的根基巩固 地民也永待万事无疆之休 陈永明认为 所有党员 要在绝对服从党会的党章下签字效忠 本质上与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没有不同 只是君主换成了党魁而已 孙中山的民众保姆说 也遭到陈永明的批评 他认为 政府把国民当成无知可怜的诱饵 那人民就永远会是长布 大的无知可怜的诱饵 永远不可能实现民主政治 两人对于政治质疑词汇的理解 也有较大分歧 用无佩服的话来说 于信政治的要地在于道德 而孙先生自认为政治是一种技术 崇尚传统道德立身的陈永明 宁愿失去权位 也不愿意背弃自己对于民众的诺言 1921年6月 先是武力统一中国的孙中山 任命陈永明为元贵军总司令 夜举为前敌总指挥 开始第二次越贵战争 陈永明认为 此刻中国民众甚苦 不能再轻易发动战争 且将士疲惫 军费不足 根本不可能完成北法 仍然主张先定行献 在一国县 先缺利民制的基础 再循序渐进的推进统一 在遭到陈永明的消息抵制后 两人摩擦不断升级 以至孙中山问然表明 我以历史不予净存共识 净存是陈永明的子 1922年3月21日 陈永明的亲信 负责为北法军在后方筹划的 粤军参谋长邓 坑从香港公杠回省 在广九车站突然屡次 两天后身亡 国民党官司已向说 邓坑是被陈永明暗杀的 然而 陈派集助最美 因两国领事馆都认为 刺杀邓坑 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 邓坑之死 对孙陈坚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 可以说是致命一击 随后 陈永明英表示 无法接受孙中山令息参加北法 以及不能筹措到500万元军费 而为孙中山免去粤军总司令 广东省长 内陆总长职务 仅保留陆军总长职 1922年6月12日 孙中山举行记者招待会 不点名地指责陈久明反对北法 而陈久明6月14日 拘捕财政次长姚仲凯 矛盾基本公开化 6月16日凌晨2点 孙中山得到秘密报告 陈久明部队将攻击月秀楼 情史危机 宋庆龄固权大局 临危不惧认为若同孙中山一同行动 亦被发现 坚持留下了掩护孙中山秘密撤离 孙中山不得已才答应先行 只身逃出 孙中山两次避过叛军耳目 终于到达黄埔永峰剑 及后来的中山剑上 孙中山离开半小时后 炮声刺起 陈久明部队开始向玉秀楼发起进攻 有士兵还大喊 打死孙文 打死孙文 616兵变之后 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 此后 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 提出联俄 联共 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一直到孙中山逝世前 经常有人在中间调停 希望他和陈久明二人能够和好 孙中山要求陈久明写悔过书 而陈久明坚决不写 终于没有再走到一起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陈久明亲以了一副晚联 为英雄能生忍杀忍 攻守罪魁 留了千秋青史在 与孤交层一站在站 私行公义 全凭以寸至新制 1933年9月 陈久明去世之时 香港工商日报评价到 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 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孙中山与陈久明决裂 还有一个意外的结果 那就是客观上成了 蒋介石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蒋介石在事件发生后不久 辗转登上孙中山所在的永峰界 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得到迅速上升 奠定了日后他在国民革命中的政治地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